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妈妈 安哥 有一件事情 还是得翻一段路 又有什么危险子 我要去趟M国 我觉得爷爷不会让你去趟 还有你妈 林大 这边的一些村庄和部落 突发不明免疫系统疾病 我想做一个前期的基础调研 我想有一个人 能够帮帮我 这明明是你抓的大好项目 他倒好 再会让顿顿紧皮子 又跑到他手里去了 我跟你说啊 明天迟早是你的 徐赵 你的身材可真好 你身体怎么这么好啊 这次你要去的地方在边境 你一个人就不安全 正好有个朋友也要去那边 你们一起走 路上也好有什么遭遇啊 好 韩斯教授 傅先生 你们该怎么样啊 做得好吗 吃得对不对胃口啊 放心吧 妈 我在这边吃得好 睡得香 出门在外都有豪车接送的 妈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这里是这附近 唯一可以买到 生活必需品的地方 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边有一个民宿 可以接待外来人员 楼下就是医疗站 左手边是市场 走吧 你对这儿这么熟悉 你之前来过 明 已经很久了 实际上 我太厉害了你 你更加漂亮 谢谢 谢谢 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在办公室 你很厉害 你的父亲 对不起 这儿的孩子 看起来 似乎 老师说了 安子先生 您好 我叫傅云生 是韩斯教授接着我过来找你的 想请你做向导 抱歉 我没空接活 好 抱歉 抱歉 这儿是你 这是Motor Grass Rista Benz 男嘉宾戴上的 不能够离 谢谢 先生 不是男嘉宾 不要算了 一对更好卖 叫什么呢 嗨 你干什么呀 把危险我的照片和视频都删了呀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贼呀 你干什么 对不起 这是Motor Stanley 他们实际上是医院的 是的 我知道你的医院 Motor 单位 不是 你怎么这么贼呀 用了几天就没啃的 连骨头都不剩 习舟这么处理 也很给你面子 习舟 将军犯的错误 肯定是要重罚的 你看 要不给他降职 减薪 注意着 这花呢有剧毒 最危险的部分就是花蕊了 还有佛墨尔 扩头接触呢 会导致皮肤麻痹或器官衰竭 对了 朱医生 你没有碰到吗 佛医生 怎么这么冷呢 我好难受 如果我死了 我奶奶肯定接受不了 我每天都学习 还一次恋爱都没谈过呢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我要去收最近的情报 顾软软 我真的有点想不明白啊 为什么刨第三尺 你都能给我挖出来 却以后也找不到我哥呢 给女朋友打电话 朱九 我没女朋友 我姓季 叫季思佬 是华人公益医疗组织 耗布的支援者 季思佬 这名字听着好熟悉 你的英文名叫露森吗 傅云轩 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 我们多待一个星期吧 来不及了 明天必须得走 这里的病患这么多 你多待两天也改变不了什么 甚至帮不了他们什么 但是我要多待两天的话 就可以多治几个病患 今天我就救了一个被打伤的小女孩 可是你一个人根本就改变不了这里的现状 我看到了就要管 如果你们要走的话就先走吧 老板 你这刚跟朱医生吵完架 现在又为了他拉回这么多物资 这不是显得咱很没有面子吗 我真的没想到 他们会对一个小女孩把头像一下 送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 我都吓傻了 你看 给你开个瓶 奖励一下 这里的人对自然被有极大敬畏之心 余计近伤是他们的大忌 乐乐 你身体还没好 就在这里休养吧 别跟我们一起见山了 险屋特别大 前面岔路又特别多 一定要跟进我 你怎么了 就是穷们 有点头的 高反 战哥 险屋特 险屋特别还了 这里岔路多 乌又大 咱们在这里找个标记 险婧 过来 险婧 你不要胡闹 你给我起来 你不要胡闹 族人早就警告过我们 雨津警察很危险 现在已经有两个人走丢 不能再人自受危险 险婧先生 你不要胡闹 你不要胡闹 灯灭了 你没事吧 我也用一个礼物给你 这是我们唯一的口令吧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夺救 吃了 我要给你 惑 搭